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双方此前两次交锋都是费力克斯 勒布伦获胜 这场法国内战的看点十足 首局比赛开始 双方彼此非常熟悉 很快进入状态 西蒙凭借台内控制的优势迅速取得4比1的领线 这一球 双方互相擦往擦边 最终由勒布伦得分 在相持阶段 西蒙的一记远台反拉展现了极高的技术随着 漂亮得分 又是一板激烈的相持 西蒙试图通过加压进攻 但反拉出锦 然后他通过各种细腻的技术连续得分 勒布伦加强了进攻速度 将西蒙打退至远台 迫使他无法应对 紧接着又是一记斜线进攻 他将比分之一至7比 西蒙反应迅速 打出一记回头球 将比分反超 勒布伦连续正手发力 令西蒙措手不及 最终 勒布伦以11比8逆转拿下首局 第二局 勒布伦强势开局 西蒙尝试追赶勒布伦的快节奏 但频频出现失误 随后 他迅速调整 通过一记反拉对角斜线得分 在相持阶段 西蒙有意放缓节奏 瞄准勒布伦的中路进攻 迫使对方回球失误 然而 勒布伦通过连续的正反手进攻 打乱了西蒙的进攻节奏 这一球十分精彩 西蒙通过变线压制住了对方 但勒布伦还能反拉回来 西蒙就求是滑倒 上演一次马绝技 震惊全场 勒布伦火力全开 在相持中完全压制住了西蒙 西蒙迅速调整 采用中路进攻对勒布伦展开反击 随后 发生争议一幕 裁判判定擦网重发 双方球员均认为未擦网 勒布伦主动将这一分给了西蒙 相持中 勒布伦在放高球时未能掌控好节奏 失误丢分 紧接着 西蒙就求还原不到位 但勒布伦未能抓住这一进攻机会 被连续追分后 勒布伦暂停调整 暂停回来 西蒙展现出顽强的纠缠能力 找到机会 反拉得分 并通过侧身反拉 将比分追至九平 在相持中 勒布伦通过连续反手转正手进攻 率先拿到局点 最终 围着西蒙脚下打滑失误 勒布伦以11比9拿下第二局 第三局开局 双方立刻展开精彩的队滥 西蒙直接将勒布伦逼到远台 迫使对方陷入被动 随后 勒布伦也将西蒙打到远台 通过放高球 迫使对方预判失误 西蒙再次被带入快节奏对抗中 处于被迫情况下 西蒙暂停调整 暂停回来 勒布伦尝试偷长球 可惜出现 西蒙调整策略 先用反撇压制 再通过青色拉 进一步挤压勒布伦 随即 勒布伦通过一记逆测 选球得分 尽管西蒙已经预判到勒布伦的反思 但在反击时 自己出现失误 勒布伦通过偷发长球 再次拿下一分 西蒙通过扮出台球 对勒布伦进行压制 但在放缓节奏 尝试大勾手时 出现失误 勒布伦率先拿到局点 形势占优 西蒙凭借快速的反手直线进攻 成功化解了一个赛 勒布伦尝试斜线进攻 但接连失误 连丢三分 相持阶段 西蒙的手感越来越好 直接突破了勒布伦的防线 勒布伦迅速反击 展开对角线的进攻 最终 勒布伦抓住机会 以12比10锁定胜局 尽管第三局有惊无险 勒布伦错失了5个赛点 才艰难拿下 但他最终还是以大比分3比0战胜了西蒙 大 小勒布伦兄弟双双晋级 他们的实力以机身外协会顶尖水准 接下来势必会与中国队展开激烈对决 期待他们的精彩表现 双方的每个回合都扣人新鲜 让我们继续欣赏他们带来的这场精彩对决 对于本场比赛 你们更喜欢谁的表现呢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讨论 5个赛点